上节课呢我们主要讲到的是我们的一些有关图案填充啊矩形等等这一类的工具 这一节课呢我们讲到的这些工具呢是非常的重要 可以这么说特别是在我们绘制我们的装潢类的图纸的时候用到的是特别的多 在这边呢我打开几张图纸给大家看一下 好可能这些图纸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 因为我们在平时的讲解当中呢都是拿着这些图纸为例 好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这张图纸当中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符号 看到没有可能这些符号大家还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在这边呢我简单的来解释一下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三角形上面有一条线上面写着2450 这边所指的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调顶到地面的一个高度2450 好这边2550我们看到这边呢写了有很多的这一类的符号 好所以我们画图的时候我们肯定想到如果我一直的去绘制这一类的图形的话可能就是比较的慢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要引入到今天的一个课程叫做模块 这边的创建块和插入块 还有一些呢我们调入到其他图纸当中的一些模块 好再打开一张图纸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张图纸当中呢全都是我们的一些模型看到没有好这边是一些我们俯视图当中的模型 还有呢这边呢还会有一些我们主视图也就是说我们的逆面图当中所用到的一些图形 这边都有所以呢我们这些模型我们又该怎么样调入到我们的图纸当中来供我们使用呢 都是我们这节课所讲到的一个重点内容 好在这边呢我们用一个新的图纸来和大家讲解 刚才其实我们也看见了有很多的三角形这一类的符号 当然不管是机械图也好建筑图纸也好我们都会用到这一类的符号 好在这边我简单的绘制两个 在我们的装潢类的图纸里面呢我们会遇到的这个图形呢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样子的表示的是顶到地面的一个高度或者叫层高 在我们的机械类图纸当中呢我们也会用到这样的类似的三角形 好它是这个样子的 看到没有这两种呢其实是其实说呢是差不多的 而这一种呢表示的是机械图纸当中的一个表面的粗糙程 粗糙程度粗糙程度好在这边呢我们其实还应该注意到 它上面呢应该都会有一定的数字 在这边数字我们先不着急去来绘制它 我们先看一下这样的对象该如何创建成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一个模块 好首先呢我们要选择的是这边的一个叫做创建快工具 创建快工具 好稍微等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将它创建成一个模块 首先呢选择创建快工具 好选择了创建快工具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名称 还有一个叫做基点一个对象我们在这边呢只需要来操作这三个部分就可以了 好如何来操作我们看一下首先呢名称我们肯定要给一个名字给它相对应 当然这个名字呢你不要随便的打一大串在上面 因为这个名称大家都需要自己去记住的 好名称在这边基点基点所指的是什么点呢 在这边你光标放上面它会显示的是拾取插入基点 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对象我们把它创建成模块之后 我们的用意是什么 我们是为了等一会儿将这个对象放入到我们另外的一个对象当中的某个特殊的地方 所以呢我肯定有一个点相对应这个点对应的这个点呢就叫做我们的基点 或者说我是插入对象上的插入点 好在这边我选择这个对象的最下方的这个点 然后呢再来选择这个对象 好选择这个对象之后点击确定键 我们看到操作了这三个部分名称基点对象之后呢 这个模块就已经创建成功了创建成功了然后点击确定键之后这个对象就已经创建成了模块 好当我把它创建成了模块之后 我所需要的就是将它放入到我的对象上 好比如说我在这边我绘制一些矩形在这边 好每个矩形都上面的都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象的话 所以我都需要把它们放在上面 所以这时候如何来放上来呢就用到我们这边的叫做插入块工具 好点击插入块有没有发现不可以使用啊 好这时候呢可能就是我们CED当中所存在的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有办法解决 这是软件方面的一个问题啊 因为可能很多同学在我们的喉色.com下载了这个安装程序 这个程序呢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但是我们可以有办法解决它出现的命令栏当中 好在这边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 在命令栏当中呢它有一个叫做INSERT 这个呢代表的就是我们插入块的一个命令 因为它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它说未知命令 所以呢在这边你可以输入一个它的快捷方式 但比较的长直接输入REDEFINE 好把这个命令输进来之后点击确定键 然后输入它的一个工具的英文 RNSERT 好再来输入RNSERT 好点击确定之后 现在这个工具就可以用了 这是一个寻找的意思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再来选择它 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好当然这个呢我简单的讲一下 如果大家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 可以怎么可以知道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这是遇到的一些常见性的问题软件当中的 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插入块 在这边呢名称我们看到它直接就对应到了我刚才创建的这个当中 因为我现在刚刚创建的对不对 好直接点击确定键给大家看一下 直接点击了确定键之后 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模块呢 直接就对应到了我的这个光标上 基点就是我现在的插入点 好放在这个块当中 是不是就可以了 据你确定键重复命令 再次点确定 OK有了吧 好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插入块命令当中呢 还存在一个叫缩放比例和旋转 当然我们不可能说每次创建的都是绝对准确 像大小都是和我想要的大小完全一样 所以在这边呢可以通过比例来调节 好当然大家记住勾选这个统一比例啊 因为呢xyz三个方向可能比你不统一的话 那就就变形了 所以勾选统一比例 好比如说我缩小一半0.5 点击确定键之后有没有发现放在这边变小了吧 就是通过这一种 好还有呢就是我们机械 如果你绘制机械图纸的话 可能会垂直方向啊 其他的方向都会有 所以这边旋转当中 你可以设置一个角度 90度之后 你放在这边 是不是就是变成垂直了 明白了没有 这就是创建块和插入块的一个 简单的基本使用方法 当然了解了它的基本方法之后 我们就要来撤销一下吧 好我们要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文字的一个创建方式 文字的一个创建呢 在这边 首先这个对象 你肯定还是需要的 对不对 文字怎么写啊 看好了 到我们的绘图当中 绘图当中 这边你找到模块 快这个命令 好第三项定义属性打开它 到我们属性当中的第一个标记当中 你写上你需要的文字 比如说2800也就只能2800毫米 2米8 好点击确定键 文字现在就在我的光标上 可能比较的小 大家看不清楚 我先放在这边 很小对不对 但是不用着急 我们后面啊 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我会讲到一个缩放工具 可以将它简单 可以将它变大一点 在这边呢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后面呢 我们都会讲到 先熟悉一下 好这时候我们看到数字和对象 都已经绘制好了 然后你再次将它创建成模块 好比如说模块的名称 给它002 拾取这个基点 比如说放在最小 还是放在这个点上 再来选择对象 框选它 确定 好有了 确定键 好这边呢 有一个叫做编辑属性的内容 好快名002 2800我们的数字 好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模块 你要不要保留 如果你要保留 你接着输入2800 如果你不需要保留的话 你直接点确定就可以了 数字不就不用保留了 因为这个呢 我们是不需要的 把它删掉 好但是呢 我们模块已经创建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用插入块工具 在这边002 点击确定键 好比如说我放在这个地方 放上来之后 模块没有完全的真正出来 因为它还要让你修改一下 模块上的这个文字 比如说我这边是需要的是2550 我就直接输入2550 25 确定一下 设计可以了 我们可以直接来改它的文字 确定 好 放在这边2600 对不对 很简单 如果说那我绘制了 我不就要删掉重新来吗 不需要 直接在它上面双击 在模块上双击 你就可以修改它的一个值 看到没有2600 比如说改成2750 看了吧 很简单 直接双击一下 2800 确定 明白了没有 非常的方便 后期的修改呢 也是很方便的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创建块 和插入块 这两个工具 配合在一起使用 我们就可以来对于我们的这些比较麻烦的比较多的对象 来进行一个调节 好 这是模块当中的我们自行创建的一些模块 当然还会有一些 也就是说我们所讲到的一些外部模块 好在这边我们看到其实呢 这样的灯 这样的灯 还有我们这个边用到的这些模型 都是一些外部模块 所以呢我只需要到我的模型库当中 当然这个模型库呢就是一张图纸了 就是一张图纸 你只要在这当中呢选择你想要的一些模型 比如说我就想要这个沙发 我只需要选中这个沙发 选中它 点击Ctrl加C字母键 什么意思啊 复制 对不对 好然后再到这张图纸当中 Ctrl加V 把它粘贴过来就可以了 好图纸比较大啊 比如说粘贴到这边 点击它的插入点 我们看到这个对象是不是就过来了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好再来看一下 好到这张图纸当中 我觉得这个花挺好的 选中它 Ctrl加C 好再到这张图纸当中 Ctrl加V 把它粘贴过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模块当中的一些运用方法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首先是如何创建块 如何插入块 好还有呢就是我们的 将外部模块掉入到我们的图纸当中 好我们这几点内容呢是非常的重要 我把它直接写下来 首先呢是我们要创建块 创建块我们的快捷键是B字母键 好然后呢创建块当中第一点我们要记住它的名称 名称当然我们是要记住的 我们要记住 然后到下面一个我们的基点 基点呢也就是我们所讲到的插入对象当中的插入点 然后呢是我们选择这个对象 操作是三个部分就可以了 第二点 我们创建有文字的对象 创建有文字的对象 创建有文字的对象 这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到我们的绘图菜单栏当中 好当然这边叫做快工具 定买文字 定义属性 定义属性 当中选择标记 输入内容 输入文字啊 输入文字啊 输入文字 然后呢 放在 对象上 就可以了 好当然 我们笔一的大小 文字的大小 调节 这个呢 我们还没有讲到 我们用缩放工具 调节 用缩放调节 好这个呢 我们没讲 我们到后面会讲到 创建块 创建了 好了之后 我们就要来插入我们的快 快捷键呢 是i字母键 首先第一点点击确定后 直接指定 插入点即可 好当然我们还有两点 一个就是我们的缩放比例 缩放比例 当中我们要勾选统一比例 对不对 好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角度 来控制方向的 控制方向 好 对于我们的外部模块 也就是掉入我们的外部模块了 掉入外部模块 好很简单 我们直接选中模块 Ctrl加C 我们复制一下 复制 然后到图纸中 Ctrl加V 粘贴一下 粘贴一下 粘贴好最后呢我们 指定插入点即可 好这就是我们的模块当中的一些内容 好的 都看清楚了吧 这几点 好在这边呢这些对象 所以同学们呢如果说你们想学习室内装饰这一块的话 你们就可以自己来绘制绘制这样的一些平面的布局图 怎么绘制呢 其实很简单 就直接将这些对象你先把它绘制好 也就是说把这些墙体自己把它绘制出来 你们在暂时当暂时呢你们可以用我们的直线工具把它绘制出来 然后呢你把这些模块掉入进来掉入进来就可以了 可能存在一些比如说比例啊方向位置上的一些问题 当然大家先做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到后期我们都可以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好当然我们呢 嗯还有一些也就是说刚才我讲到了这个模块 当然这些模块呢还可以有一些运用 这些运用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点工具 通过这个点工具来向大家解决 好这个点工具啊 在这边我们呢工具栏当中我们就只能点击出这些小点看到没有 就能点击出这些小点 我们看到随便点的这些点可能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可能放在一些图形当中你就看不见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啊要调节这些点的一个样子 要让大家看的更加清楚啊 所以我要到格式里面点样式当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调节一个样式啊 比如说选这个吧这个稍微清楚一点 好点击确定 是不是出来了很清楚了 好当然你点这些点有什么用啊 暂时还没什么用处 因为它的一个工具这个点工具的用法不是在我们的工具栏当中 它的具体用法呢应该是在我们的绘图菜单栏里面 这边有点工具来看一下单点多点也就是刚才我的点一个点还是我去点很多个点 或者呢我们这边有定数等分和定据等分也就是我们的重要的等分的一个内容 好当然如何来等分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在这边呢我先绘制一条直线出来 比如说这条直线我绘制一个2000的长度吧 2000的长度 好然后再随便的绘制一条线 我再随便的绘制一条线 好绘制那两条线之后我们来看等分该如何使用 绘图点工具定数等分 选择要等分的对象 好跟着它来就可以了 好选一下 输入线段的数目也就是说你要分成几段 比如说分成三段 确定一下是不是出来了 很简单吧就出来了 好比如说我再来一个定据等分 绘图点工具定据等分 选一下这个对象 让你输入线段的长度 比如说每一段给它一个500的长度吧 确定一下是不是也出来了 500500到后面这一段不够了 它也没办法 大家有没有看出来我这种分段啊 它是从左往右分的对不对 所以我多余的这一段在右边 但是它也可以从右边往左边分 好大家来看一下绘图点工具定据等分 这是我从右往左边分看好了 我把光我选择对象的时候呢 记住是点击选择啊 点选对象的时候 我到对象的右边去选择 右边来选 所以这个时候我再分成500 你没看到多余的就到了左边 所以现在就是从右往左分的一种情况 所以这两种情况大家自己注意一下啊 好这种分段呢 就好像我们第一节课当中所讲到的一个题目 有80被分成了三份对不对 所以我绘制一段80的长度 好比较短被分成了三份 所以我直接可以用绘图当中的点工具定数等分 我把它分成三份 这时候呢还记得吧 这个图第一节课当中可以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我就不掉出来了 这边有个30的长度我要连一条线下来 所以呢连一条线下来 正交关掉放到这边 因为发现找不到这个点啊 只能找到这个终点 那这个点怎么找到呢 你到对象捕捉当中 来设置一个叫做节点 设置一个节点 好你再捕捉一次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捕捉到了 所以呢这个我们的点工具要捕捉的话 要打开对象捕捉当中的一个叫做节点的 明白了没有 好这一点请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好当然我们这个还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一个用法呢 我在这边我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在吊顶的当中 我吊了一个这样的圆形的顶 所以呢我的一些旁边的一些桶灯呢 我肯定要放在这个圆形的周围 当然我放的时候我基本上也是放一个圆形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我吊入一个桶灯的模型出来 过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比如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灯吧 Ctrl加C到这边再来Ctrl加V 好把它粘贴过来 粘贴过来之后我们要放在这个周围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对象往上面插入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对象当点工具当中的定数等分来完成 当然等分我们都知道刚才等分都是点啊 怎么办 我可以把它创建成模块 好看清楚 创建块好003基点 我把它放在这个终点上 选一下对象 确定好创建好了 然后到绘图当中 点工具定数等分 好来看一下 首先还是选择这个对象 好用快了 看到没有 命令栏当中有一个模块命令 你来选择一下 选择这个模块 快的名称 所以我让你们记住 是不是有用了 在这边 输入003 好确定 问我是否对齐快和对象 我肯定要选择是 也就是yes 好 输入快这个线段的一个数目 比如说我分成十段 那看一下 是不是直接就放在了这个上面 所以我再将这个圆删掉 有没有发现啊 这个模块放上来之后 是不是很方便很简单 直接就是一个圆的一个形状 所以这时候我们做一个对象 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呀 明白了没有 当然一定大家熟悉的工具之后 要知道如何来灵活的运用这一方面的知识 好 当然定数等分可以用这种模块来等分的话 那么我的定据等分当然也是可以的 来看一下绘图 点工具 定据等分 好 我就等分这条直线嘛 因为定据呢 相对来说少一点 比如说每一段的长度给他600 好 这个时候没选模块了 对吧 所以我们要选择模块 所以呢我肯定也会犯一些错误 大家在犯错误之后要知道怎么去改正 好选择这个模块 快的名称003 好的 对齐我们的对象 然后呢600的长度 来看一下 是不是也出来了 也出来了 好的 我们的我们的这一种说明他定数可以定据也都可以 所以两种等分的情况下 都可以用快来代替点进行分段的 所以呢这两点内容希望大家记住 在我们的后面的室内设计的课程当中 我们还是会用到这些对象的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些对象 好的 我把这个点工具呢也给他写给你们 点工具 快捷键呢是po怎么建 好首先第一点内容 第一点内容 我们呢是要注意工具栏中 工具栏中点呢 只去我们呢 只去点击小点 好当然点的样式 是在格式 菜单栏中 第三点 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捕捉点 在对象捕捉当中 对象捕捉中 设置 叫什么 节点 设置节点 第四点内容 好第四点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他一个功能分段 分段 是在我们的绘图菜单栏当中 绘图菜单栏里面 点工具当中来实现这几点 好 当然他存在着一种叫做定数等分 和定距等分 和定距离等分 和定距离等分 这个操作步骤呢比较简单 看一下命名栏就可以了 好在这边我们注意一点 都可以 用快来代替 点进行分段 好 当然第五点内容 我这个没讲 我先写下来 好 我们也要注意一点的 也就是快工具啊 快是无法 修改的 好 当然分 用分解工具分解扣即可 好 好 这第五点内容呢大家先看一下啊 我等一下我来用一个练习 我们来讲一下快工具 无法修改 当然用分解工具分解后就可以了 好 这时候我来找一个题目 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五节课当中的一个题目 好 这个图我们来绘制一下 首先呢有一个圆 大圆半径是230 中间呢有一个小圆半径是100 好我们看到它这个圆的周围呢有一圈半径为22的一个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绘制出来 我们看到在它的最上方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向线点上 对吧 有一个半径为22的一个圆 当然我要在这个圆的周围画一圈出来的话 我是不是要用定数等分 所以我用到创建块工具 好 现在是不是又不能用啊 又出现了这个问题 怎么办 刚才我讲到的 直接输入REDE FRN1 然后呢输入这个创建块的英文名字 BLOCK 好 现在你再来创建块 可以了吧 好 001 基点 插入点圆形 对象来选择一下 确定 好了 好了之后等分一下 绘图 点工具 定数等分 要等分的对象几个大圆 LG 选择块 名称001 对吧 好 好我们来数一下 一段两段三段四段五段六段七段八段九段十段 那么这边肯定也是十段了 那就是二十分 那看一下是不是出来了 出来之后 当然我们有其他方法 在这边我们先用我们所学的修剪工具 把它来修剪一下 有没有发现剪不掉啊 剪不掉 但是呢中间的这个大圆却能够剪掉 所以呢这就验证了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在我们的快工具呢是无法修改的 除非你用分解分解一下 但是现在分解是不是也不能用 直接用刚才的方法 r e d e f r e 好分解 e x p l o d e 你再用分解 好可以用了 选择对象 直接点击确定 好现在就把它给拆掉了 再来分解一下 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 点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了 明白没有 所以呢这个大家请注意注意一下 不要修改不了着急了 分解一下就可以了 明白了没有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五点 注意的这一点内容 好当然可能大家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啊 我把这个先写下来 好如果工具无法使用 如果工具无法使用 也就提示的是 提示点击 f1 查看 如果点击f1查看 直接呢输入 r e d e f r e 好直接输入这个 点击确定后 输入工具的 英文名称 英文名称 英文名称就可以了 好 在这边呢有几个英文名称 我们大家自己呢 在我们的cd当中就能可以找到 怎么找啊很简单啊 你光标放在上面 你仔细看你的状态栏就会存在这个 他说从选定对象创建定一块 b l o c k 就是他的一个英文名称了 明白了没有光标放在上面就可以知道了 好在这边呢 这个几个注意事项大家要知道 好接下来我再讲一个工具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呢也是我们室内设计用到的比较多 这个呢叫做多线 多线工具 好这个多线工具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找一个图形 比如说这个对象 这个墙我们看到是不是都是两条线啊 好甚至说这边的窗户的话 他甚至还有四条线 所以呢有这么多条线我一次次的绘制的话就比较的麻烦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多线来绘制就比较的简单 好或者说这边的一个都可以用多线来进行绘制 当然多线怎么来进行绘制啊 多线是到底又是什么样子 多线呢是在我们的绘图菜单栏工具栏当中是没有的绘图菜单栏 这边是不是有个多线 但是我还是提倡大家使用快捷键啊 mlml 好你绘制一下看一看 它的绘制方法呢和我们的直线是一模一样的 点击点击就可以了或者你输长度 来看一下是不是直接画出来就是两条线啊 对不对 但是呢这两条线有一个缺点 它的起点 是断开的 端点呢也是断开的 当然有的人说那我还想要画四条线 那又怎么办 所以这些内容也就像它的样貌一样 它的样式呢都是在我们的格式菜单栏当中可以进行调节 好我们点开格式菜单栏 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个叫做多线样式的 好多线样式 就是有点卡好出来了 好出来了之后我们看到在这边呢 我们呢有两种样式在这边 也就是说刚才我在导入模块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样式已经调进来了 但是没关系 好在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直接新建一个样式出来 我新建一个样式 好基础样式呢我就默认了这个样式 名称比如说给它111 111点击继续 好继续进来之后 线条两条 说明了你就不用说明了 在封口 我们是不是要封口 用什么封口 直线封口 起点封口 端点也封口 就可以了 填充 你要不要填充啊 一般来说我们都不需要 所以呢我就不填充了 然后照图源当中来看一下 图源当中是不是有两条线 0.5-0.5指的就是上面一条线和下面一条线 我们都知道0.5到-0.5是多大 正好1 所以呢图源当中这个偏移的单位值为一个单位 为一个单位 好点击确定键 这时候呢这个样式就创建好了 创建好了 我再来新建一个样式 再来新建一个样式 好以基础样式呢我给它刚才的111的样式 好这时候给它222 继续进来 好起点端点我就封口了 现在呢我创建那个门 那窗子也就是四条线 所以呢我这边0.5到-0.5啊 我就要改掉了 我要改成什么呢 我现在先添加一条线上来 有没有发现多了一条线啊 0 所以呢正好是在它的中间 但是我要四条线 所以我还需要再添加 再添加一次 还是0 所以两条线重合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把里面的这个偏移的数值啊 将它改一下 好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啊 0.5到-0.5 是不是正好是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里面我要画再画两条线 也就分成了三段 是不是不怎么好分 所以我把这边呢我改成 0.5啊 假设我把它改成1.5 1.5 然后呢-0.5 改成-的1.5 也就是说现在呢里面有三个单位 三个单位不就好分了吗 每个单位都是1 所以这个0我改成0.5 这边呢我改成0.5 好另外一个0呢我改成-的0.5 现在是不是就正好被 哦 改错了啊这个 改成0.5 好 现在是不是四条线正好等分在这个中间 是不是可以了 但是啊 你这个图源当中的这个偏移数值 你要自己要学会知道怎么改 当然它的颜色你也是可以改掉的 比如说改成青色 我都把它改成青色 所以颜色你都可以改掉看到没有 在这边都能看得见吧 所以颜色部分你都可以改 所以其实你改不改都无所谓啊 我们后面的都会讲到都会讲到 好所以呢点击确定键之后 点击确定键之后 现在这两种样式是不是都有了 好然后点击确定 所以呢现在我就将这两种样式设置好了 然后呢选择多线ml 确定 来绘制一下 绘制出来怎么还是刚才的 对不对 好没关系 重复一下明明 你可以在这个当前设置当中 你可以看到样式呢 是不是还是默认的样式 所以你要选右肌选一下样式 改成111 确定一下 是不是就起点端点封口了 对吧 好我再选择样式222 再来绘制一下 是不是就是222的样式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的宽度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啊 刚才回忆一下 刚才图元当中 图元当中这个单位是多少 0.5到负0.5 是不是一个单位啊 这个呢3 1.5到负的1.5三个单位了 我肯定比他要大呀 对不对 好当然 这个宽度 说到宽度 我们就不得不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强与强之间的宽度 也就是沉重强的宽度啊 我们是240 现在只有20 这边呢 他肯定就是60了 因为比他大了三倍 对不对 60 但是怎么解决这一点内容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在多线当中 你看到没有 这边有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等于20 所以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比例的大小来调节 好怎么调节 我们可以想一下啊 嗯 在这边我们的宽度 他有一个方法 也就是我们当前设置当中的比例 乘上我图元当中的一个单位 就等于我的宽度 好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 我们这边的宽度 这边图元当中的是不是1 1吧 所以我乘上20等于20 我这边是3 乘以20 就等于我们的60 所以我们说我要画一个240 好我就以这个这个强吧 我多线 我先把样式呢 改成111 好再到比例当中 比例我要改成多少 刚才的单位是1 所以比例就是240 好你画出来看 看一看是不是很粗了呀 很粗了 好 这边我再标注的看一下 是不是240 240 对不对 240 所以呢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好如果我的这个粗的绿色的这个 我要改怎么办 好多线 这样子呢 改成222的样式 比例我就要改成多少了 是不是应该改成80啊 3824 绘制出来 是不是正好在一样宽 所以呢也就是说我多线样式当中图元里面的单位乘以现在的比例就是它的一个宽度值明白了没有 好的 在这边呢我们已经了解了它的一个样式和比例之后 它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内容 什么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下 画一下多线 样式用111的样式 画一条多线出来 好比如说这么长的一条多线 我画了一段多线 好我想接在后面绘制 怎么办呢 再画多线 这时候我有两条线 我是要捕捉上面一个点 还是下面一个点 这时候你来看一下 在对阵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上对阵 上对阵的意思就是上方的这个点 好点一下 拖出来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边了 好但是有的说 那绕到下面怎么办 绕到下面呢 还是上面的这个点 不是这个了 我讲的是这个 为什么 有没有发现绕过来就是这个下面 但是呢 我们通常不叫上面下面 我们叫外面和里面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外面的 我们就是用上对阵 里面的我用下对阵 明白了没有 好可能不太懂的话 我们来画一个图看一下啊 我用多线 我来绘制一个对象出来 比如说上去一个1000的距离值 好1000 然后过来一个2000 然后呢 再上来一个1000 再过来一个1000 好下来一个3000 好就绘制这么一小段吧 然后呢我用标注把它标注出来 当然首先我先设置一下标注样式 好标注一下1000 2000 1000 1000 1000 3000 对不对 好但是我如果标在里面 就是9把2了 为什么 这边是不是少掉了一点啊 少掉了吧 好这边2000 好这边2000 1000 好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好所以呢在这边呢就可以直接绘制出来 好在这边呢少掉了只有少掉了80是吧 因为什么只少掉了80啊 多线的比例是不是80 对不对 好如果在这边大家不太明白的话 可以再回头再看一看这边比例啊 比例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绘制一下 怎么绘制呢 对于这两种标注的样式啊 对于这两种标注的样式 你要看一下它标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外面的这种标注是不是标注的最外面的点啊 里面的这种标注是不是标注是里面的这些点 对不对标注里面这一点 所以用我们的对阵来解释的话 外面的对阵叫做上 里面的对阵叫做下 所以呢 如果你别人告诉你的是你内部的这个对阵 或者说你自己去量房子的话 你肯定是里面 所以的话你的标注就应该 你的对阵就应该是下对阵 明白我的意思吧 好如果我用下对阵来绘制一下 大家一起看一下 好对阵比先多线 对阵呢我改成下对阵 好所以我绘制就应该是里面的一个对不对 所以我上去就应该是920 然后过来就是还是2000 再上来一个1000的距离值 再过来一个840 再下来一个2920 好也出来了 那我们再来标注一下试一试 1000 对了吧 2000 1000 1000 1000 这边肯定就对了 3000 对不对 是不是和上面是一模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的话在这边这个对阵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注意一下 当然在对阵当中可能大家也看清楚了 还有一个对阵叫做中 叫做无 无对阵呢就是中间的这个点 中间的这个点 好我们放中间画出来 是不是正好 明白了没有 当然用中的话也就无 一般我们就可以直接绘制了 因为呢中间正好一样啊 一边多一边少 看到标注就可以了 明白了没有 所以在这边的话这个对阵的问题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所以呢在我们的多线当中这三点 其实大家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图形 在我们的这个机械的建筑当中 有一个叫小户型的这个图 这个图 大家怎么绘制呢 所以很简单啊 只要把这个红色的线条 比如说绘制出来 好先画一条 嗯这条线多少 随便画一下吧 然后呢偏移偏移 先只讲到构造线的偏移 我们就用构造线吧 偏移一个1400 1400出来 好这边呢 比例1比2 所以就应该是2800了 构造线XL 右击偏移2800 好把它偏出来 再来一个2000 也就是4000的距离 好在这边直接用这边了吧 因为比较方便一点 4000后面会讲到 好然后呢是一个1800 也就是3600 偏移一个3600 好再来一个1800 也就是还是3600 好的 再来这边画一条线 画一条线 首先偏上去一个1600 也就是3200 偏移3200 好1700 3400 1500 3000 好出来了 不要的线条呢 我们直接把它修剪一下 好这样子 其实呢我只要用多线 多线 多线 好我们画出来看一下 是这种 我们拿到格式当中 多线样式 我们来看一下 123 好这个可以 看一下里面的样式 0.5的-0.5 所以点击确定 好多线 样式呢 给它123的样式 好123的样式之后 比例80 我把比例改掉 240 480 因为呢 是2倍 对不对 所以我直接从对阵 从5 因为是中间的 看到没有标注都是中间 所以我直接绘制了 绘制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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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制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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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可以了 里面的这个 我再把样式 再把宽度 再改小一点 我再来绘制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呢 在这边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是不是简单多了呀 所以这些呢 都是通过多线可以直接进行绘制了 所以呢 在这边希望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好在这边呢 这个图我就不去详细的绘制了 我们将这个多线的这个几点重要的内容 我们把它写下来 好 多信工具 快捷键呢 是ML ML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去设置多信样式 设置多信样式 当然是格式才在那 好 多信样式 首先我们要封口 封口的问题 然后我们到图源当中 图源当中呢 那我们去来调节 线条 的数量 和位置 好 位置呢 通过 调节 偏移 来完成 通过调节偏移来完成 第二点 我们就要来绘制多线 绘制多线 好方法 和直线相同 方法呢 和直线相同 方法呢和直线相同 方法和直线相同 然后呢一个比例的问题 也就是线条的宽度 线条的宽度 线条的宽度 它那是我们图圆中 图圆中的一个叫做大小 或者说图圆中的单位吧 乘以 乘以什么 乘以比例的大小 乘以比例大小 乘以比例大小 第三个 就是我们的 对阵问题 对阵 好 对阵呢 那标注 用外部标注 外部标注 使用上对阵 当然标注 用内部标注的话 我们就用下对阵 用下对阵 当然还有一个无对阵 也就是我们中间的一根线条 这个我就不多写了 比较的简单 明白了没有 所以在这边多线这个问题啊 可能是有点复杂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反复的去研究 研究 这个多线我打上一个重点符号 好 在这边这节课里面呢 我们的点工具也好 快工具也好 特都是我们室内设计里面 比较重要的几个工具 也就是说少了他们里面 灰图都比较的困难 好 在这边呢 呃我们的这个内容 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希望大家仔细的练习 特别是多线啊 有点唬人的 特别是对阵啊 比例这个问题 好 我们这边呢 这几课先讲到这边 好 大家作业一定要做 有问题的话 可以通过QQ来问我 这个QQ呢 还是第一几课讲的这个QQ 所以大家最好加一下 来跟我讨论 有问题的话 跟我说一下 我都会跟你们解决的 好 这几课我就先讲到这边 好我们下课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